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掃的三關破證 如果你在前兩天 就是6日 有去看周華社所分享的股票的話 我相信 星期六那天分享的股票 就是這支 其實我覺得這兩支都不錯 爆發力都很強 一個是29號星期六分享的這一檔 這個格局也很不錯 非常的不錯 當然目前看起來是這支最強 如果今天有掌停板的話 我下午來公布這是哪一檔好了 當然如果你想知道這是哪一檔的話 沒關係你現在趕緊加入粉絲專頁 還看得到 反正我也不會把它拿掉 就10月20 就禮拜天那一天 真的以它這個不到40塊的股價來講 有這樣子的獲利 真的本益比很低 要抵得這麼的深 所以你看我 我說真的啦 我分享的股票 不管是你看節目分享的 或者是你加入粉絲專頁 我投資朋友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做見證嘛 星星或者是智原 像今天智原就不錯 今天就不錯哦 這個都有準備要在網上挑戰新高的這個態勢啊 這都還在相對的底部區哦 你不要以為它這兩天這樣漲 我跟你講投資朋友 它還在底部區哦 還在底部區哦 它只是現在剛好遇到這個景仙的壓力稍微震盪 像這種股票哦 我跟你講啦 攻城掠地過濟線都是很基本的配備啦 包括像南電 今天稍微弱了一點 稍微弱了一點 那當然啦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 他們還算是比較強勢的啦 包括它星星啊 警縮這一些 稍微震盪整理一下 但是呢 整個反彈的架構啊 都還沒有被破壞掉 包括星星也是 這個哦 我跟你講投資朋友 這些股票你所看到的這些股票哦 等他們過了季線之後 再去做一個調節 如果你說比較波段的話 那如果你逢利布局 或者是做像我們這樣子 當充短線價差的話 就是第一買高賣啦 就是第一買高賣 那當然哇 最強的還是這一支金居 今天又創新高了 這也是公開分享的 10月20號那一天 來看一下 今天也不錯啦 今天又創短線的新高 哇 要四十五塊了 要四十五塊了 你看這個金居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介入的 24號 好 上個月哦 今天是11月1號了 上個月37.37.2元 逢低卡位 今天45了 是不是一個小波段的加差都有了 一時你覺得說 這五 五 六 幾塊 八塊錢的價值 啊 不多啦 你要想想看啊 很多人今年從一萬八千五 得到一萬兩千多點 是一毛錢都沒賺的啊 我不能說我有辦法給你全世界 我講真的 你說全排面上最強的股票 你說我有沒有本事都帶你賺 這個我不能給你保證 也不可以也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你說今天最強的 各位大家都帶回來 怎麼可能 但是我盡我最大的能力嘛 我說過嘛 我們積小慎為大慎啊 你要到信心上慢慢恢復的耶 就像一個人生病 你看我這兩個人都常聽到 很多人在講說 啊 藍疫之後 體力變得很差 特別想睡覺 因為你要恢復是需要時間的嘛 如果有那種吃一鐵藥 吞了哇 馬上 我跟你講那一天一定有問題 那裡面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 它反而是不好的 真正對身體有益的這些藥品 它是慢慢慢慢來來調養你 讓你慢慢恢復元氣 那我相信從一萬八千五百點 到一萬兩千七百點 跌的這五千多點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啦 我相信這半年來 好啦 除非你真的是做空的 否則做多的話 基本上佔不到什麼便宜的 所以為什麼我改變策略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說 在這個地方 就要比如說 為什麼要推一個短天期 一個短期的體驗 就是說我們用短期的這個方式 慢慢來撕回信心嘛 但是有炭了幾個來續約就好了嘛 那當然要升級 那當然更好嘛 對不對 資金夠的話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要先 你看這個為什麼我要分享一些股票 原因就在這裡 好 為什麼 我相信從我分享的股票裡面 讓大家慢慢去體驗到 就是說 我們如果今天要從低檔去開始布局一些股票 什麼時機點 什麼點位去切都是最剛剛好的 我相信我布局的股票 也許你不會買在最低點 我也沒有買在最低點 但是我相信我所過去這將近半個月以來 所分享的股票來講的話 是不是穩妥妥的 都讓大家幾乎買在一個相對的低點 八塊經濟也是啊 你還想著低價股裡面有八千塊的價差 連加碼單也不值了吧 對不對 我中間還有加碼 還有加碼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這種股票 你看 我們先不去探討它到底會漲到哪裡去 至少你看 我自問啊 在它還沒大漲之前 良心的提醒 真的是帶佛心的啦 要不然是你們一個半個線 直接在粉絲專頁 當然加入粉絲專頁 不能我幫你加啦 你要自己進來啊 你不能說 早上快點你吃貓說 對股票 我也不要這樣子啊 你好歹自己要稍微做點事情嘛 手機拿起來 掃得到二維碼你就掃 掃不到的話 用搜尋的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個 atand568 記得前面一定要加小老鼠 不然你那個and568 會找到跑到別人那邊去 因為現在很多ID 都是重複被註冊的 所以說一定要前面加個小老鼠 就可以找到做好事的粉絲專頁 去看 去看看到底 禮拜天跟禮拜六這兩檔是哪兩支 趕緊去看一下 我說過如果今天掌停板 這一次如果今天掌停板 我下午就公佈 就公佈這是哪一檔 但是我相信你應該會更殷切的希望 知道做好事賣關子 這到底是哪一檔了 現在可以掃路 可以加入做好事的粉絲專去看嘛 說不定你還有機會上車哦 還有機會哦 我都還在抵擋 好 那今天就像我策畔所寫的 多頭的成敗 還是一樣看發哥 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很無聊 我看這段好多人在討論台積電嘛 我就偏不講台積電 反正台積電已經太多人講了 我幹嘛去講 就是沒有人討論聯發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偏要來講聯發科 憑我這二十多年來 從我開始坐在這個直播台 就是這個 上節目到現在 我已經精準命中好幾次聯發科 地點都是大漲 如果十五年前的袋子還拿得到的話 有些特性在 有些股票它有些指標性的特殊意義在 特別你如果中指數來講的話 你看嘛 如果你聽我的話 如果你有做期貨的投資朋友 你看 你光看聯發科去做期貨 你今天賺一百點嘛 我講的有沒有錯 如果你中指數的嘛 那如果你中個股的 那更應該要看聯發科啊 因為當聯發科一穩 我這麼講好了啦 我不能說百花齊放 我不能說萬箭齊發 但是記不記得我之前跟大家提到 當聯發科能夠占上600 能夠突破的季線之後 剛才我跟大家講 很多事情會開始改變 而這個改變會越來越明顯 你信不信 當聯發科能夠突破季線的時候 我這麼大膽的斷言啊 大盤至少看到多少 至少先看到一萬四了 那你現在去掐指一算嘛 目前今天來到一萬三了 一萬四 最起碼還有一天才會博殺 那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做 大家懂得道理吧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 那你可能就說 那最好是難道我看台積電不行嗎 目前看起來台積電是不太行啊 大家懂嗎 我反而覺得台積電最好不要漲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一漲會吸金 它會把其他的資金全部都 又移動到台積電 反而不見得比較好 懂嗎 我反而覺得資金 稍微打散到一些小型股 中小型股 我反而覺得比較好 甚至於打散到那一些比如說 營收啦 基本面都不錯的股票 我覺得更好 反而又流到台積電 反而不好 就好比說我們每次看到 銀行股在漲就知道 差嘛那天 稀辛大法要開始 稀金大法要開始 所有的資金都流到銀行股 其他電子股都不會動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盤面上的資金 目前這一套啊 你都不買股票了 怎麼會有新的資金呢 我這麼講對不對 假設現在有一萬個人 在看節目 這一萬個人都不買股票 你認為今天有量嗎 不會有量嘛 可是如果你現在看我的節目 哇 激起了你買股票的 戰鬥欲望的話 說不定今天的量會補出來 喔 那玩法又不一樣了 那可能當然很多 投資朋友心裡想說 說阿士今天起百多量 給我預估量一千六 這樣不是更好嗎 這樣不是更好 我跟你講喔 如果每次一大漲 就爆大量反而也不好 我覺得現在量能就是這樣子一個溫和 大概 以後大概常態量吧 我覺得吧 接下來約莫的常態量 在選舉之前 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億上下 它也不會多也不會少 你們先自問嘛 現在想買股票的很多都等 一定是想說 我等美聯儲升息完之後 我等選舉完之後再說好了 很多都是心裡面這種很消極的做法 但是最好是告訴大家 消極絕對賺不到錢的啦 真的看太多了 等到你們願意進場的時候 我跟你講一萬六一萬七一萬八了 那是不是有買在高點 這種傻事情永遠都有人在做啊 我是不是說他一萬三以下 好啦我不要說一萬三以下閉著眼睛嘛 買錯股票一樣不行 但是我基本上我覺得 你看為什麼我跟大家聊法科 我說其他的股票你不一定會相信我講 你光看聯發科就夠了嘛 一支就夠了 從我開始跟你說聯發科的時候 介紹你要多少 你的五百五以下耶 五百五以下耶 你看我上個月齁 十月份我花了多長的時間 我的測標大概可以去看啊 每天跟你聊發科 發科怎麼了 穩盤要靠發科 哇怎麼多頭的希望再發科 什麼什麼什麼 我花了多少的時間跟你聊聯發科 聊著聊著 你看從五百五十幾塊 他就漲到快六百了 不是快六百 是已經六百了 你說你雜鍋賣鐵紙買一檔聯發科 立即買一檔碳五百塊而已啊 那當然啦 如果你買到金居 那就賺得更快 對不對 我質問啦 我質問就是說 我已經 我盡量的做到 大家心目中的那一個 就是我們不要說神 我盡量做到就是說 讓投資朋友 可以慢慢從這種 比較應該這麼說啦 就是說 讓很多投資朋友想賺錢 又沒有信心的投資朋友 慢慢慢慢慢慢的 撕回點信心啦 我只能說慢慢的 當然你說你只看幾天的節目 你不可能那麼快 可是你去回顧一下 在過去十月份以來 我跟他聊的是 聊一檔股票 就跟他聊聯發科而已 我說今天 哪怕你別的股票 都不買值買聯發科 你也不會虧的啦 事實證明我是不是對的 我為什麼不跟你聊台積電 我為什麼不跟你聊洪達電 不都是全資股嗎 我也可以來聊洪達電啊 也可以啊 洪達電反而更強耶 那為什麼我不跟你聊洪達電 因為有些股票有指標意義 有些股票沒有指標意義 這樣大家聽到嗎 這是跟核心的技術有絕對的關係 而這個核心的技術 當別人做不出來的時候 這個技術才叫做真正的什麼 高端的技術啊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就是說 我為什麼我去跟你聊其他的全資股 我為什麼跟你聊聯發科 因為事實證明 有些股票它的確有一些很特殊的指標意義在 就比如說有人在討論鴻海 鴻海有什麼指標意義 我告訴你啦 你看它漲停板就是高點了 看它底盤就底點了 這當然是有點在調侃它啦 可是都不一定不行啊 你說我們去討論一檔 一直躺在橫探這邊的股票 有沒有意義 你買100的最高也不到110 又下來100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還不好啊 當然啦 價差會做的也不得了 也不錯啊 就看每個人嘛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資本 是希望能夠買到下波動大一點 哇 價差好抓的 那個做起來比較過癮對不對 這就讓我想到一檔股票了 立志 你看今天又241了 有看到沒有 等我把立志做完之後 我可以來出一個急警 對不對 可以來出個急警 你看喔 27號那一天 隔日沖244塊 你有這個立志的我們做隔日沖244 沒什麼懸念啦 27號 之後立志開始拉回進入 在這個比較 算多空不明的盤整 這兩天我就沒什麼動了 這兩天沒有 一直到昨天 昨天 只能量縮嘛 我們看一下 昨天10月31號有沒有看到 立志 232 235 買回 清清楚楚的告訴你 平盤附近街的 最低還來到231啊 我刮232 235 兩隻阿爽味 你看今天 是不是 又將近有8千塊的加差要出來 所以 當然啦 就像我常講的 立志它並不是最強的股票 其實說真的啦 你拿一張這麼弱的股票來這邊講 其實說真的有點 怎麼講 生意也不太好做啦 很難凸顯 對不對 我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但是我要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有些股票差波動大啊 波動大的股票 一般都是只有小型股才有可能 大型股比較難 這樣子的股票如果說你可以掌握到 它的這個高低點的波動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做當沖 那因為立志它沒有支卷嘛 所以它不能做當沖 連現股沖也不行 那怎麼辦 你只能隔日沖先買後賣 懂嗎 你連要放空它都不行 因為它沒有卷 大家懂了吧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他就是說 我相信每個人 我跟你講我不會打麻將 但是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應該都有打麻將的經驗 很少人有辦法 一拿到一把牌就天虎了吧 不多吧 我相信拿到爛牌的比比皆是 那拿到拿到爛牌 你就投降輸一半嗎 可以這樣嗎 你這一手 我認輸 輸一半 你的對手都不願意讓你輸一半 拿那麼爛的牌坑死你對不對 股票打牌是如此啊 股票也是一樣 就是說有些股票 它不見得就是說 表現會跟你的預期是差不多的 比如說我們 當然我們做股票都會有些憧憬在嗎 希望這檔股票買的時候 可以讓我賺多少 賺多少 人都是如此嘛 都會賦予這種無限的想像空間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無限的想像空間 有時候它不見得會實現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像我講的嘛 當我發現到 雖然說勵志它還在打底 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但是我發現它的波動很大 所以你看喔 我光這個價差的部分 你看先買後賣 然後又高賣低滿 你看 統計到21號 這邊81塊的價差 有限股套利 也有這個價差的套利 然後你看喔 然後還有這邊 又32塊 你看光這樣子累積起來 光一檔立志 我已經賺了100多塊的價差了 真的跟股票的強弱有關嗎 我跟你講喔 真的你有時候買後 你強的股票 你還不一定會賺的比較多喔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提醒 我們說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對我沒有信心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對其他老師沒有信心 但是你要對發哥有信心啊 因為我相信連發哥他的地位 還有他那個背後的價值 我相信在整個台股上來講的話 他算是一檔非常舉足輕重的一個個股 只要發哥能夠快速的突破季線完之後 投資朋友我告訴你們好了 行情只會越來越好 不會越來越差 他一定是有個順序有個步驟的啦 好啦我們先進完休息一下 等一下聊請下個股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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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摩 阿滴 阿滴 7-5-2-5-8-6-8 好 时间有限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盘式的变化好了 操作的部分留在下来跟大家报告好了 目前来讲今天我们就以涨100点来看的话 那么呢表示说今天的上涨 大盘已经稳稳的已经确定的站上10日的平均线了 要记住是12不是26 26还有点距离 那昨天 我忘记昨天上礼拜的节目我刚才提到 就是这一波大盘 从这个8月中开始下跌以来 目前来讲这里有突破一次12 这里有突破一次12 都是没有站上的 所以就持续的往下破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站稳 10日的移动平均线 它有它的特殊意义在 一来整个指标都转正了 你看不管是MACD或KD都转正了 从指标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越来越有利于多头 我们必须就事论事去讲 就要比如说叫看图书故事 对啦 看图书故事 要不然要怎么讲 对不对 要不然要怎么讲 那当然啦 美中不足还是在量的部分 1614亿 所以等下看尾盘看看 看这个发哥能不能再攻一下 再攻一下看能不能突破 看能不能再突破 昨天也是604 看能不能稍微再突破一下 然后呢挑战季线 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挑战季线 也没关系 看看明后天 我相信当连发哥开始挑战季线的时候 很多情况都会改变的 特别是IC设计 它的格局格式一定会改变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比较强的股票来讲 有这个比如像东朔啦 还有什么8033的这个雷虎啊 还有这个5225的东科 这些股票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因为有人在问我 这些股票有个特色 它们是属于比较没有什么跌到的 你要讲它抗跌也可以 像这个东朔也没什么跌到 大盘它往下破它也可以逆市涨 可是因为公司它实施库藏股嘛 所以等于公司自己在做啦 那雷虎的话也是没什么跌 然后525的东科也是没什么跌 都基本上都在这边稍微 我们算盘间形态 但是我觉得最终股票很危险 不要再追了 包括像森瑞也是 如果真的有上去的话 我建议站在卖方 还有包括像宝瑞也是一样 如果上去的话 尽可能站在卖方 还有2305的这个什么全有这一些 因为大家知道这些股票 它是没有什么跌的喔 没有什么跌的 当整个资金进行这个资金闹路 有的时候要提防 它有可能就是 这些股票主力拉上去会开始调节 所以像包括像森瑞这也是 这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 那今天除了这一些股票之外 还有一些我发现到 像这个什么达邦蛋白 还有什么福大 这些股票有个特色都跌深的 都跌深了 你看这个6578的这个达邦蛋白 也是4968的利基 你看这都跌深了喔 我记得我昨天还前天节目上我讲到 我说这些股票因为都是跌深的 我再问大家好了 你以现在这个格局来讲的话 你会去压那些美跌还是会去压跌深的 当然各有利弊 我不能说压没有跌的一定是不好 或者是压跌深的一定是好 我觉得各有利弊 看你怎么去配置 重点是这些股票 重点就是说 跌深的股票如果涨了越多的话 这个行情越不容易下来了 大家懂吗 那一些抗跌的股票一直涨 其实吸引不了绝大部分投资朋友 因为你很多股票那么贵 我不一定买得起又涨那么多了 可是这些跌深的股票如果一直涨的话 它是很有吸引力的啊 你信不信如果LB告诉你说 现在三折它拍卖 我告诉你搞不好几个小时 货就少玩了 问题是我们也知道 LB不太可能打三折卖嘛 仿冒品都没那么便宜喔 仿冒都没那么便宜喔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跌深的股票如果涨 基本上来讲 我是满乐观其成的啦 你想嘛 股票便宜有人买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说当初几个月买的时候 现在当初买不起 现在有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都打三折 你看这个资源就是啊 你看今年年初还有三百块 现在只剩一百多 哇 三折不到啊 有效报 我相信投资本是聪明的啦 你说在 你说现在进来买股票 能有多大的损失呢 我实在 对不对 我觉得啦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 但是风险相对也低啦 就像我常讲 你看发哥就知道了 我相信当发哥一吻的时候呢 什么样的族群会直接受惠 时间就会慢慢的证明 好好把握最后的短期体验 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有任何不了解不群的地方呢 非常欢迎你跟我们现场助理 进行个联系 或者是你有股票的问题 想要问我们的话 也可以加入粉丝团 可以跟周老师线性 这个信上的互动 所有的股票 一律都所有亲自回答 那节目之后 玉树所有的投资委员 来曹司令 我们更精彩的节目呢 内容留着笑 才看这个完整的报告 好 玉树导家 曹司令 我们下午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